尤其你要知道,他會唱日文青,其實一點也都不驚訝 因為台灣一直有台共,在日期時代,其實整個日本那邊他們的顧問黨,或者是說比較清卓,還是很有力量 因為你要知道,從馬克思前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,其實一直有一個很強大的力量在挑戰以歐美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 所以我想那個不只是在日本,在中國大陸,台灣也受到影響 我們有一些同胞的思想,早期的我看一看他們,還是有非常左傾的,比較帶有社會主義的想法的人 所以那只是說他們,後來因為這個國攻內戰,然後中華民國政府又被迫趕到台灣來以後 就是很多這些尷尬的東西又殘雜日本的元素,就變成很多的原住民在這裡面做很多的悲劇 那事實上對這些內容,其實這些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最近我們有一些作家,比如說北南族的那個巴黛 他剛剛要出版,在印克出版一本書叫《走過》 他寫的故事的主角,就是他的部落我們北南族大869部落的一個老人 應該將近八十,他就是國攻內戰的時候被爭掉也說爭掉也說爭掉也說連風帶片 弄到大陸去,然後參加國攻內戰,後來被俘虜了,輸了他們回來 他後來還去打韓戰,然後回來,對對對 所以這個時代的這些,對啊 不過如果我是他們,我也會蠻欣賞自己有這樣的經歷 人生有這樣搭開大河,大江南北,雖然有一點淒涼 不過總比我們每天,只會吃飯睡覺好多 喝酒 喝酒